好 这个我们开始了 欢迎大家这个晚上来进入这个 Live的这个我们的技术源头 今天主要是由我这边来担任讲解 这个说明一下我们关于脸书币 Library这个地方造成我们一些的 可能是我们是希望说 其他将来有一些变化或者影响 我们大概来利用一个小时 我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 那也欢迎各位利用这个晚上 大家一起来 好 那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经验分享 OK 在这个一开始 我们大概下一个标题是说 脸书币Library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打破世界金融的高墙 那我弄了三个 应该是说我这边下一个三个 主要一个是标题 虚拟币能不能做落地 那另外颠覆性的支付 那我们可能要稍微再探讨一下 全球网络的央行 这当然会整个会打破 可能历史上对于这个 后币的集中发行 各个国家来在集中发行 这边的一种重新的思考 好 OK 好那我这边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目前是在 聚焦这边担任相关的 专业的课程的讲师 那另外我也在业界当中顾问 那另外 在中华电信学院这边 担任相关课程的这个老师 那平常大概所中都是在 顾问咨询辅导 你买饼张 好 那以往有重新著作 大概停笔了十年 那因为著作当然 相关的技术文章还在写 只是比较不作于发表 好 那我们的议题是这样子 OK 在 脸书发币 大概是在今年 今年的年中我们看到这个讯息出来 那当然大家都很惊讶 其实这个讯息也不是新的讯息 大概之前我们大概知道说 脸书这边也在进行相关的 加密 加密这个货币这边的一个 研发跟作为 那在今年又一份发表说 他在明年要正式上这个脸书币 那这会造成我们生活上有哪些影响 我刚提供我们第一个晚上 我们大概有三个议题来 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 好 那至于说加密后币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在市面上 所听到的这些像 比特币 以太币 或者是比特币现金等等 或者是 等等这些所谓的 我们号称叫做所谓的加密后币 那当然这个是由金融 就是由这个科技这边 进入到金融领域这一块的范围 我们大概想想 国内有相关的像这些 像自然能凭证 那自然能凭证我们去申请 大概平常就是为了一个 一年度里面 我们可能是在做一个 这个所谓的缴税 在我们上线去做这个 这个报税的一个作为 那其实我们的自然能凭证里面 就是用杂错的方式来形成 就杂错这一块 那当然这里面有相关一些密码学 那去演进出来的 OK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科技的技术 密码学的原理 来确定我们有一种杂错码 进行所谓的绑定 那可以代替所谓资产 或者是所谓的 后币的一个交流 好 那所以在这里面就衍生了 一种加密后币 那当然这个加密后币 是由资讯的技术 这边来做演算衍生的 相对于在传统的 后币里面的发行 就会有一种冲突 那传统后币发行 是比较集中在所谓的 集中化的一个方式来 那当然会有所谓的 相关的主要的 主管单位的控管 那加密后币 这边是由科技来做 这个所谓密码的演算 然后达到这种 彼此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分享跟仗策 相对于它在整个产生 跟发行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去中心化 那去中心化就不会集中 集中像我们现在说 有后币的 或者是我们的信用卡 这样一个发行的一个方式 这个当然也是在目前 我们认为加密货币 对传统 我们现在说金融的冲突 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那去中心化 当然是源自于 所谓的分散式的账本 的一种区块链技术 那这个分散式的账本 大概可以很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 模拟跟模椅 我们之间有一种交易纤维 那可能是透过电子邮件 OK了 那我承诺说 我给你买个东西 然后付多少钱 或者跟你下个订单 我要买多少 这个 我这个订单要有多少费用的 一个产生 那可是这个是双方的资讯 那另外如果这个资讯 有经过单方的修改 那可能就造成两方的不承认 好 那这个是其实上次 我们看到讯息之间的一个确认 可是相对如果是做分散式账本 说这个两造双方所产生的这种交易行为 它会分散不同的账本 在相关的这种所谓的 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相对的就是说 你只要两造双方有一边被篡改 可是实际上并没办法达到区块链整合的一个验证 所以实际上是会造成 不容易去修改或者是伪造 这是我们讲区块链的相关技术的范围 好 那这里面当然坚持到密码学了 我想这个是比较专业技术 并不是在我们晚上这个议题上来谈 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HESCO的杂筹的一个演算 再加上区块链所串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 形成一个block的一个资讯 好 透过这样区块链 我们来进行所谓的分散式账次的认证 那我刚提过这个东西可以衍生到 我们对资产的管理 或者是对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可以做所谓的后币 类似后币这样的一个 有相对的这个所谓的债权的这种认证 好 那当然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易行为 OK 好 那好处当然我刚提过是比较不容易创改 因为我们说账是被分散的 整个区块链里面被分散 所以我们并不是两兆双方的账本 就可以再改掉 所以牵扯到整个区块链必须要去验证 好 那这些技术当然不需要依赖第三方 所以整个账本的技术就进行这些所谓数据的传递 交流等等处军或验证 当然目的就是不需要中心化 不需要这个中心化集中来做这个信任 所以就达到分散式的一个架构 那目前这样的技术我想已经行之好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大概有看到像R3联盟或超级账本联盟 以及以太联房这边的相对技术是比较完整的 我想这个在坊间的资讯都很多 那当然有一段时间会牵扯到 是不是会有一些安全性的一些议题会在衍生 我想这个是平常我们可以在日常的资讯可以后取 我这边就稍微把它带过 那目前在整个加密货币的这个 我这边列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清单 当然有人把这个加密货币当货币来看 那有些国家把加密货币当商品来看 OK 当商品来看 那所以甚至有些国家是完全不承认 OK 好 那这个是否照 这就目前就是我目前看到整个加密货币在市面上 国际上流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反对啦 争议啦等等 好 那目前认为这个是合法的货币 我们有看到几个国家 像英国 像日本 像新加坡 那这个都是 本来认为是一个合法的货币 那美国这边也是认定是一个合法的货币了 所以它可以用来支付衍生金融相对商品的一些投资 好 那当然也有一些控管 有些控管 大概知道之前说 真的是太有钱了 在比特币这个 这个当时在飞涨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有发生很多用这个 实际上透过金融这边来借贷去做炒作这个比特币 所以当然就衍生一些控管 好 那韩国基本上是禁止的 禁止ICO ICO就是手持发行 但是禁止ICO 好 那另外也 可是它是允许用一般的法定货币来购买虚拟货币 OK 所以韩国这边是进行发行 可是它可以去用这个法定货币来做购买虚拟货币这样的一个行为 好 那在欧洲国家就比较 比较有参差 那个参差度就是差异性就比较大了 法规都不太一样 那有些把它当作一种虚拟资产 那当然刚提过有些把它当作货币本质 那台湾实际上是把这个视为商品 视为商品 或者是我们一般可能唯有点数啦 代币啦 就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 当然是 这个东西我们也提到了 提到就是说 这个目前是在今年刚发布的像脸书币这样一个重大讯息 当然有很多议论也都出来 是不是说会在明年能够顺利推出来 但有些报道乐观 有些报道比较悲观的一个态度 当然相对的是不是也造成 因为一开始是试水温 所以相对是不是有些国家类似我们现在所类的 所以开始禁止这些东西来发行 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会对现有的金融状况会有比较大的冲突 可是我们倒希望说 这个当然是一个小事 可是它实际上是可能隐藏了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重新去审视的一个做虚拟货币 加密货币这样的一个发行 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更去我们拿出来做正面上的一个讨论 当然相对的就会把它更透明化 或者是有些问题能够把它做所谓的更明确的一些跟整合方向 当然这里面会有些冲突 我们到后面会来说明 刚刚提过说全球发行的这种虚拟货币 大概会有前大楼的五个虚拟货币 当然上千种 上千种 我们这边类的是比较我们常看得到的 常看得到的这些虚拟货币 当然有些发行像比特币 以太币 这个瑞福币 或者是比特币现金 莱特币 他们在发行上都有一些 他们focus的一些聚焦的一些重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莱特币它是创立于 我没记错是2012年 2012年 那它目前大概也有一百多个相关员工 可是发行这个 这个相关像莱特币来讲 它当然是希望说 它在发行上 它总是会达到希望达到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 希望在每一秒能够有几次一个交易数量 交易速度 打开这个区块本身的一个确认 就确认交易 那这个目标所产生出来的 这个是莱特币 所以莱特币是比较针对银行业 银行金融这边来做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虚拟货币 那大概都比较清楚的是比特币 那当然这比特币 那有一些它协定上限 就是说它希望它将来发行的时候 它有个上限的量 那这个当然跟一般 我们现在现金的金融的政策是一样 例如说我今天发行 在市面上的现金发生过多 那我就会造成所谓的 我们讲有通膨的问题 通膨膨胀的问题等等 所以相对在发行上 都会有个限量 所以我们常常讲 好像我们在挖矿的过程 越来越来挖 OK 好 那这个当然会有牵扯到 后面有一些限量的东西 OK了 好 那当然可以把它 这是一个数位签章 那我们把这些虚拟货币拿来做 我们刚提过的 可能经过劣势的 跟现金相同 我们希望拿来做这个 相关的一些支付等等 好 那当然会有它的这个需求 我们大概知道说 以目前的这个金融 我们如果做支付 尤其是我们牵扯到跨境的转账 这些的汇退问题 它可能会高达 有些时候有人讲说会高达 说100块我可能出去 赚一个金 所以可能30块不见了 好 这相关的一些衍生费用 还蛮高的 所以相对是不是透过这个 虚拟货币这边来进行 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跨境的这种交易的时候 可以避免到比较高额度的 这些所谓手续费的衍生问题等等 好 当然有些目前有些期待了 有些期待 好 那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个训练货币出来 像Literbit 比特币等等 这些 好 那这个都是有它这个发展过程 OK 好 那目前大概就是这几个 比较我们讲的世界前五大的训练货币 就大概是这一些 好 那我们现在来往下来看 好 那当然有人想说 那我如何获得虚拟货币 有人讲说那我就是去采矿嘛 好 挖矿 那当然有些是用所谓的法定货币来购买 那有些是用交换 那可是光这个 有些是用法币来购买 有些是法币来投入这个所谓矿池 来做这所挖矿的行为 再去分到分到这相关的这个币值 那也是币币交换 那全球大概两个比较大的一个 虚拟教育平台消费交易所 就是我们讲的币安的这个交易所 OK 那是一家全球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OK 这我们翻做币安 全球交易所 那目前大概它有提供大概有100 因为我们刚讲说虚拟货币有1000多种 那这个币安大概有提供的将近 我印象中大概是有100多种的加密货币 来进行所谓的交易 提供这样一个交易平台 那当然这个成立 它的成立在2018年到现在 2018年初到现在 所以币安在交易上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它是在差不多目前这两年 三年下来 我们看到 两年下来大概是看到 它是全球上比较大的 最大的一个交 这个所谓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所 交易所 好 那另外在 有一个我们扩并的这个 这个总部是设定在这个 抱歉 在加利这个福尼亚州的这个旧金山 在一个数字货币的对外上 大概有用到的 已经是行驶到 30个国家地区的法定货币 一个交换 交换比特币 好 那以比特币现金或者是以太坊这边 所以这个也是还蛮大的一个交易所 好 那台湾这边两大的虚拟一币的交易所 大概是我们讲的这一个 那各位这个 这些东西大概都是属于像这个钱包 那你可以去透过这边来做交易 好 那我刚提过之后大概就是用 我们大概都常讲挖矿 那挖矿是不是真的是矿工行为 我想都不是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在做这个 我们讲的是做在这种所谓的采 这个采矿 采矿当然是一个简单的或挖矿 是一般我们简单的一个称呼 其实是我们用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演算 刚讲有密码的演算 那另外可能是用我们的讲一个资料块 那个资料块是我们叫Hashcode SHA的256 将来砸出一个运算方式来 那挖矿的每一个节点必须要重复 一直不断的进行去尝试 尝试之后呢 它要去再经过验证 大概验证过 好吧 所以相对的这个东西是比较 在一般的这种所谓的采矿 或挖矿的行为 它是非常耗用我们的电脑的CPU的运算 相对就是我们讲会比较 非常耗电 非常耗电 好 那这个我们平常就把它称为简单 叫一种挖矿 好 那有种矿池 就大家可能集中在做投资这种矿池作为 好 那另外在今年6月份 大概是眼疏比中美贸易战因素导致的 反正相关很多因素 我想不能是单因素 那相对的在于 这个是我拿到资料 当然是已经是在6、7月份了 当然我们现在要隔一个月 这个我们讲说一般的现在的 虚拟货币 这个加密货币的这种 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炒作的 比较是空气式的 我们称呼叫空气式 它没有资产去支撑 所以相对的在它的幅度上是蛮大的 非常大 那当然在我这个资料 当时贴上来的资料是在 差不多6、7月份的时候 6月 6月的时候就已经涨到这样的一个弧度 以太币的这个 这个壁子来看的话 好 那这个跟各位提一下 当然我们都了解 我印象中在两年前吧 两年前我也是我在南部去屏洞 然后打火车晚上要回来 大概10点多 有一个年纪还蛮大的 拿着电话在那边讲 它可能是属于投资的 然后跟朋友在讲说 他之前投资 就可能极致的 投资上有一些失利 也是失利 那 后来 因为匆匆忙忙 在火车上听这个人 一直在讲电话讲很大声 他说他要 他要再建议 同这些相关 他的朋友 再把钱拿出来投资 他说要投资这个以太币 因为他说看到以太币会飞涨 OK 会飞涨 在两年前 好 那当时我的直觉说 这个 这个有点年纪的 那投资这个 有关于相关的这个衍生金融 尤其是虚拟货币 这个地方 还讲的还蛮有道理的 那心里想说 如果两年前去买的话 到现在今年 如果说到今年2019年6月 那这样的一个货币 币值到底涨了多少 这个有时候我们想说 是事后诸葛在看待的 当然这个以 投资的角 投机投资的角色 去看这个 这个加密货币 我想也不是 我不能讲说 它是不健康的行为 这倒不是我们要谈的议题 我们是希望说 在脸书币这个架构 尤其像这个 所谓加密货币 它是落地能够取代 我们现在一种 一般传统交易货币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行为是希望 它能够稳定 它的币值 不应该是上架波动很快 或者它将来会面对 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 后币都是必须要 去向于稳定的 去向于稳定 才有办法漏地 那如果脸书币是拿来做 跟比特币这样一样 来做炒作的话 我想这个整个方向就不对 这也不是应该 脸书币要发现的目标 OK 所以我这边放这个 PowerPoint 并不是鼓励说大家 去把它当做一个炒作 来看待我们的脸书币 一个发现 好 OK了 那当然这个是 都是相关的资讯 各位参考 好吧 当然有人讲说 可能会有来到 这个六万元印铭 我想这个都是在 投资客的一个 眼中的一个乐观的方向 可是我刚提过 我们看待脸书币 我不是在看待这个东西 OK 我们看看后面的变化 好不好 来 好 所以今天这六月份 我们看到脸书币 把这个 他有预定 说在命内我要进行 这个发行 好 当然这个政经的很多 属于金融业 包含我们国内 也有相关的金融专家 有去特别提出来 在一些相关的研讨会 也有提出来 好 像我看过这个报导 像陈冲 以前的新智院长陈冲 他在有一次的这个 这个 应该是 好像是妇女相关的 一个研讨会上面吧 那他特别有提到 这个脸书币 这样一个方形 他还蛮震惊的 那他当然是 有点开玩笑说 感觉上又一本震惊的讲 是说 当这个脸书币出来之后 很会给金融 相关金融业的 这个震撼 好 那也就是举个例来讲 就是说 戏骨啊 已经是到这个华尔街去吃中餐了 OK 戏骨到华尔街去吃中餐 好 那戏骨是一个科技 对不对 科技集中的地方 那华尔街是一个金融 好 那举这样的例子就有点讲说 我们科技已经踏入到金融 这个领域去了 好 那后来他又一眼开玩笑是说 可能金融只吃了早餐 中餐晚餐包含消息都不见了 好 那当然这个意思是代表是说 如果金融跨路 这个科技跨路的金融 我们是希望是在科技 这边来主导相关的这些议题的 技术议题能够衍生出来 在金融这一块的一些 可能打破我们看待 这么多历史过来的 这种金融集中发行的 这样一个制度 这个第三系一个震撼 那也让我们的金融业 开始有一些想法 当然 Fintech这个地方已经讨论很久 好 那金融业很希望去跃跃于世 去参与到这一些相关的结合 所以我们当光看今年台湾 我们就看到 有些属于资讯的领域的 相关的主管或技术长 就被邀请到金融去主导 这些所谓的 由科技这边结合到金融 衍生的这些相关的 衍生金融的业务范围 好 我们大概看到今年 大概有两家或三家 好 这里面包含有一个 像台北市的资讯处处长 那他也去跳到这个 相关的金融业去 OK 那我想这个是很多金融业开始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或者是比较担心 如果金融跟科技不再紧密结合的话 那的确会有蛮大的一个冲突 那加上在脸书6月发表这个时候 他希望这个脸书币 这个白币书出来的时候 那的确也让很多的 其他国家的洋行 有手震惊 当然有些是反对 有些是攻击 有些是采保守态度 那有些是认同 好 可是我们有时想想说 站在哪一个角色 我们都是在观望 可是如果观望的时候 又没有去参与到 那可能是整个市场都不见 或者是变成很大一个震撼 在背后一个风暴 那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些围然性 那我们在持续观望的态度里面 我们只希望是关注 而不只有观望 那能够关注的时候 我们必须知道说 它跟我们的生活系细相关的 有多大一个影响 我想是我们应该站到 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 当然我们有看到反对的声音 我们有看到可能会 没办法成功的 这样的一个论调出来 我们也看到有些有所期待 或者是比较乐观的看法 好 那不管怎么样 都应该回过来 回过来 好 所以的确了 的确是在 这样的观望态度里面来看的话 那同学这边有回应是说 那今年的CBN报导 今天早的CBN报导 脸书最近一起的季度 它当然有受到很多因素去影响 这影响当然是各国央行 或者各国的接受的制度 所以他已经开始讲说 是不是有没有保证 是在明年能够顺利推出 那我想这个是一定一开始出来 我们会看到它会有些冲突 那脸书币是只能观望的感觉 还是说我们希望它真的能够漏地 那任何的一个冲突性的改变 也是对我们这样行之 也不是几年了 整个金融的制度 跟这个眼神发行的这种东西 可能最到古代到以前到现在 可能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 要面对冲突性是很大 那我的认知是说 我希望它落地 我乐观想法是希望它落地 可是落地它必须要被相关的金融 是不是能够加约束 那另外在债权这边是没有问题 它有提出相关的 它并不是空气型的 好 这我们后面再来看看好不好 所以是不是只有观望态度 脸书是不是也只有报观望态度 那我想都有一些转航空间 好不好 所以这几个月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 尤其像到年底之前 我们看看整个状况 好不好 OK 好来 那我们往下来看 那这个脸书币 它是发行的目的是 当然我们刚提过预计 在2020能够正式发行 好 那预计 当然有发了一些白皮书 OK 那他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天平的两边 好吧 那天平秤 这个我们讲天平座这个两个秤 两个秤 两个平 那是希望交易双方对价 好 当然有些牵扯到行动 现在的行动装置 就能够去用到这些交易行为 当然这个是他的目的 好 OK 可是他能够取代什么 或是代表他真正的价值是稳定的 当然后面会有一些 他提出了一些过响 OK 我们来看看 好不好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 我刚提过就说 我们大概知道说 纵观全球 大概 我们讲的穷人 穷人为金融服务支付的费用 其实上是很多的 OK 非常多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个金额 一笔账 这边赚来赚去的 我们可能用来支付各项的繁杂的费用 例如说汇款 汇兑的手续费 电费手续费等等 包括你有可能有些透支的等等这些手续费 还有我们光去ATM提款 我们就有一些手续费 所以我们常常讲是说 有可能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比率里面 所以就有提出一个数字 如果你是跟金融去贷款 100块 那可能扣东扣西的 他可能就只拿到了70块 OK 那么实际上是牵扯到这里面 有很多什么管理费 手续费等等的衍生 那所以因此我们会发现 很多经济比较的肉势 经济肉势的这些我们所谓的穷人 他可能在银行的这个体系里面 是没办法去带到他所需要的一个金额 或直接来做运作 因为他光开户就开始负债 不只是贷款的负债 他连这个手续费都被扣掉 但是加成上去了 所以因此 好像我们常讲说被扒了好几层皮 那这个实际上是存在的事实 所以我们讲说 是不是有穷像印度的穷人银行 好国民银行和穷人银行 那区块链这种东西的衍生 是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打破 能够进行比较公平的一个交易行为 OK 好 那当然了 这里面是希望有相关的 因为这个先找各国的 我们讲的这种所谓央行的策略 或是金融的这种相关的这种法令 好 所以这长久下来 我们会看到这一些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 OK 我们往下来看 好 NGO 那NPO 那他用这个所谓 非营利的组织形态来 那当然就有给予 这个一般传统的 这个所谓的发币方式来 所以他组织 把他NPO的这种 所非营利的这种组织 把他设定在瑞士 相对的 他设定一个子公司来进行 这个脸书币的一个控管 或数位钱包的这样一个发行 好 那当然有相关的一些管理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交易的 这些相关的模组等等 好 那这个同时并行 所以他并没有单独 把它挂在脸书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 这个集团里面 当然的目的是 希望透过这个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脸书有24亿的 这个人口 24亿的使用者 他如果能够服务到 就像陈聪有分析过 他如果能够服务到 10% 在他脸书的这样一个群组里面 能够服务到10% 他这里面的一个金额 就将近是两兆 两兆美金 还是一兆美金 我在数字我倒差点忘掉 好像两兆美金 可是这两兆美金 如果换成我们台湾的 整体的一个预算来看 我们是换算成台币 OK 我们是相对于台币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可小叙 好 所以 其实上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这些所谓的经济弱势 能够取得相关的资金 或者是相关的交易 能够非常方便去进行 OK 好 这是他一开始设定的 他的一个宗旨的目标 所以他使命是建立到一个 非常简单的方式来 他就讲一句话是说 希望建立一个五国界的货币 然后为数十亿人的服务 这样一个金融的基础上面 能够希望完成这样一个使命 当然就讲 就是跨国界 当然这个 这样的使命就是造成很多去中心化 也会到 影响到 或者是面对很多国家的金融政策 或者是相对于银行的一个抗拒 央行的抗拒 这是一定会面对冲突的 OK 好 那当然这里面牵扯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来进行 他有一定的 现在这个也是他白币就是手提出来的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我们讲Node 所以他希望能够召集到100个 100个相对的法人 成为这样一个节点共同的营运 好 那当然这一个基本的资产 要投入的 投入到这个代币发行的 就是就我们讲都将近折合台币 这个他是美金1000万 美金1000万 相对是法人 OK 好 那当然目前也有一些 有些单位 有些单位 作为协位的创始人 OK 好 那这边有点累出来了 有累出来了 那大家参考一下 那有些像支付业的 像支付业像Mastercard OK 像这个 我们讲现场支付的PayPal 好 那像这些还有Visa 等等 好 还有一些电信业 电信业 那还有区块链业的 所以这里面的相关的节点 共同经营的 其实跨了很多不同的种领域的 还有关于技术 或者是交易平台的 OK 那这些节点的参与性 就跨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的地方 好 那当然还有相关的像投资业 风险投资 非盈利这个MPO的非盈利单位等等 还有学术单位 好 那这里面大概 他是希望能够 一创始人 他是希望有一个 100 100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创始人的那个点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OK 预计是100个法人 好吧 100个法人 好 好 那他的愿景就我们刚提过 来我们再看 他这同学对这个抢得很乐重 OK 还没开始就啪 全部都抢出去了 好 那我们刚提到就是说 他的使命跟愿景 是希望在 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 无国界的 一个货币的一个交易 能够为这 所谓数十亿的 我们全球这样数十亿 当然不是讲他脸书的会员 好 那希望说 为这个数十亿的能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 那他当然是一个使命 希望完成这样一个使命 那当然他就是说 这个区块链 他需要 多过竞争储备 储备 那所以他是用有这种多元化的 不同的独立的成员过程 一个比较监控的一个实体 来做运作 OK 好 所以 这个也就是我们刚讲的 他有一个实体的协会 协会 好 那 相对这个是彩绘源字 所以我们刚提到 他有个 希望有个一百个初始的创始会员 然后跨个不同的 跨到不同的 这相关的这种 所谓的法人组织里面 能够去运作一个比较公平的 公平的这样的一个 协会的一个 一个立场 能够让这个脸书币 能够运行之具有公平性 公正性跟公平性 但是希望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OK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 脸书币的发行 并不像 我问一般在认知的时候 我今天可能是一个 加密的虚拟货币 那我就拿来做所谓的炒作 当然也必须站在监督立场 我们会知道说 这种去中心化的 这个加密货币 比较容易衍生的问题 是在于所谓的 我们可能比较不正当的 一种交易行为 那这交易行为 我们都很清楚了 大概有些像黑色的交易 后的有一些像洗钱的交易等等 尽量能够避免去发生这些 所以当然会有些监督 监控的立场来看 都是由这个协会来 好 那脸书币的发行优势 OK 如果我们单独用比特币来看的话 因为它比较属于像空气式的一个货币 就是说基本上它是没有资产去 实体资产去支撑 或者是债权去支撑 所以我们有讲它是空气后币 所以比特币的参与的 这个用户规模 当然有钱到信任度 或者说它波动很大 所以目前大概只有1000万的 一个用户的规模 好 那脸书币当然还没发行 我们不能讲说 它一定有多少的这个用户规模 那以FB来讲 是希望说它站在它自己的这个 脸书这边的一个相关的 全球的这种会员 希望达到这样一个24亿 当然它以它自己的这个 目前Facebook这样的一个 一个群体的数量来看待 那刚刚有提到陈聪来讲 陈聪我们的以前行政院长有提到说 它只要十分之一 OK 只要十分之一 就大于大概我们的台湾的 三十几倍的一个整个 我们的生产毛整个三十几倍 这样一个金额 所以那个不容小叙的 好 那在资产支撑上面 虽然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 一个所谓虚拟的一个数位加密的货币 可是其上它在发行上 是用实体的资产来做支撑 那这个实体资产来做支撑 有包含债券等等 好 政府的债券或者相关的货币 所以它会具有它的公信力 跟这个所谓壁纸的稳定性 好 所以它是希望用这样来支撑 好 能够真正实现到所谓的 一个落地的一个行为 好 这样才有办法达到它所谓的 前面刚刚讲的它的使命跟宗旨 所以它并不是直接就发行的 我们可能像比特币这么 属于空气式的一个发行 没有实体的方式去支撑 好 那在应用场景当然是比较广 我们可以设想说 今天可能它的电子钱包 我可能在落地上面的时候 好 同学 那个我们在线上的有问到 一般落地当然我们是讲 有用代地就合法了 那落地实际上是 我们现在是合法去做执行 就比较公开 那当然公开的原则 第一个当然是合法 那首先落地就是说 我们在不同的交易的场所 例如说你 我主要讲你可能在超商 你可能在各种卖场 你只要有商店的交易行为 都是可以被认可的 OK 认可 那这个我们讲一般落地的 落地 好 那当然刚 有人帮我回答 说只要是合法都对 OK 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它在应用场景 就变得非常广泛 这个广泛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讲落地 接下来就要生根 那你如果可以在各种的交易 这个应用场景变得非常广泛 那当然就达到它的方便性 可是你想想看要广泛 就势必要稳定 势必大家可以接受 当然最主要是能够信任 然后这里面一定有支撑 壁纸的支撑 好 相对一定公开 好 然后可以被检验 好 那这个东西就有很多挑战在上面 好啦 那可以想想看 你现在在使用的纸钞 是国家发行的纸钞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今天拿个美金 美元 你可能到我们的国内商店 要去买卖 要去买东西 那它会不会收 当然我们看有些商店 是会收 也不会收 好 那如果拿了其他的国家 我们可能连看过都没看过的 比较少看过的 这些相关的货币 到国内的商店去买 买东西 你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 好 可是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拿着这个信用卡 那信用卡 我到了商店 那不见得很多商店会支援信用卡 当然目前都在鼓励收拾 即使小额支付 我们都可以用信用卡 那如果拿了信用卡 到一般的商店去消费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正常的 合法的一个所谓的交易行为 也是被认证的 认可的 那信任度也非常高 好 好 可是相对有它的方便性吗 也许呢 信用卡的消费 可能多少会变成有它比较不方便性的地方 好 那我们还有很多属于代币 或者是有价的证券 好 OK 我主要来讲 我今天可能搭高铁 那我先上刷卡 或者是我用 我去这个 我先上刷卡 发一个所谓的这个数位的这个票券给我 那这个数位票券就代表一个合法性 那我去搭高铁 数位票券如果在我手机落实了 我能不能再申请 因为我实际上还没有去搭 我能不能进行申请 那这个都一定有被确认 有被保证 那这个都是相对的一种 壁纸的反应关系 跟你的权利关系 所以我们对于货币的认知 其实是更广泛的 更广泛 好 那可是相对就是说 以前我们在发行 例如说我们发行 更早之前我们发行紫币 那你必须可能要有房间存底的一个支撑 当然现在不是那么强制的 那也有先上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 当然是对应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也不可能 擅自乱乱加以这个发行这个货币 好 那有些货币发行过度 会造成所谓通盆 OK等等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在金融整个集中式的控管 有它很多的一个操作手法 好 那这个都是我们讲的合法性的东西 刚刚有人问说 支撑这个实体支撑的这个 资产的支撑 好 那有人带回答了 我想就是所谓的 本位置多 OK 简单讲 我讲一下了 就是说我今天发行一块钱 我要有一块成的等值的东西 那这个等值的东西是 你用什么来代表它的等值 我主要讲 例如说你今天去买一个代币 或者说你今天有一个点数 那这个点数 可能是奖励得来的 也可能是实际我们用 相对的金额去换取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有一个相对的 一个实体的支撑 好 那所以刚刚有人讲的比较白 就是本位制度的意思 当然就是所谓的金本位 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是一百块的代币 那我就相对的换算成 我台币就是一百块的等值 那这个是有相对的一个 一个实体的东西去做支撑 好 所以虚拟货币可以当做现金用 是我们是希望它落地的目的 就是这样子的 没错 好 那这样的一个广泛性使用 才更能够普及 OK 好 可是在比特币这边 我们看到就是比较 没那么多的应用方式 我们不能讲说比特币不能买东西 有些国家也有承认 那波动上比较大 那这个在于货币政策上就会影响 比较不适宜啦 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要落地 大家能够普遍去接受 用在日常生活上面的一个 所谓的加密的数位货币 其实价格很浓大 那这个是很恐怖的事 很恐怖的事 讲看看我们的社会 如果一天到晚在通膨 这个币子一扁扁很多 你会想拥有这个货币吗 今天可能赚来明天大亏了 今天可能一块钱 一百块去买个便当 明天可能拿一千块去买个便当 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对意见到的 整个这个后币的一个政策 好 那这个会造成很多的衍生问题出来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 它整个价格一定是稳定的 稳定 好 那这里面有牵扯到这个几个名词 我想大家参考一下 像ICO对不对 我们功能型代币 所开发型的这种ICO 刚刚讲韩国不能做这个事了 韩国不允许 可是它可以去做这个实体 我们讲的时候 本位货币的去做这个兑换 兑换这个所谓的 那个加密货币 那在那个证券型的代币 OK 证券型的代币 也可以是由STO发型这边 那当然 以STO这边证券型的发型 它是由资产去支撑 资产去支撑 所谓资产支撑的背后就说 你想想看你的所谓资产 我们想说你有没有财产 你有没有资产 我想就是我们一般 比较像这个房地产 车辆 我们讲动产不动产 对不对 还有有价证券 对不对 还有公司的市值 OK 当然最回归到本位货币 就是我们讲的法定货币 OK 这是最直接的 那背后有这些标地予来支撑 那这样子才代表 我有等值对应的一个 所谓加密货币的一个实现 当然这样有支撑性 它的这个拨充力就变得很小 很小 好 所以我们要拿这样的一个虚拟代币 或者虚拟货币来做 所谓炒作行为 当然就比较不可行 OK 所以实际上是用在于 实现到能够跨境交易 或者我们刚刚讲的 脸书有些种子的目标 能够透过这样的东西 让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不方便 或者是所谓的 弱势的群体 或者我们讲的有点白 是比较穷的 没办法去做 所谓任何借贷的时候 那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能够去协助的 所以在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的 不是大起大落 OK 好 这是希望在这个 脸书币这边所发现的目标 那如果是用来 比较属于这种 功能性代替的 这个后币的方式来 当然就会衍生到 这种所谓大起大落 这个我们目前都在看到 这些现象 OK 好 那在整个发行 是希望收藏过去 重新化刚刚提到了 可以相对的就是说 还有我们讲的 模糊的盈利 跟灰盈利的边界 好 那将来会对我们 做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它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跨境全球转账或支付这边也信能够在同一种货币的壁子里面达到能够做到更稳定的一个交易行为吧 或者更方便性 好 可是相对这个东西就面对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国家在所谓的 这种所谓集中式的像洋行这样的一个控管上面 它就会有一些担忧 会有一些担忧 这是一个冲突 当你去中心化 你就面对的所谓的集中化的一种冲突性 那目前我们所谓的 本位货币等等 就有法币等等我们都是集中化的一个发行 这冲突性就比较多 所以这个我想是 有一段时间去折冲 有一段时间去冲突 去对撞 可是相对的 应该有一段时间慢慢再把它修复 是比较回到可行的一个方式来 好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有很多人会提到说 脸书币在明年能够正式发行吗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关键 当然包含脸书币也在面对这些冲突 一些冲突讯息的回馈 他们也在折冲 那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造成一个话语跟议题 大家有一个空间去讨论的 不然如果没有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资讯公司 或者是科技公司来提出 这样一个作为的时候 需求的时候 那包含他所要能够追求去完成的目标 跟终止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现有的货币政策 能够达到这些需求呢 当然就会造成很多不透明化 或者不公平的交易会产生 好 我想这个也就是提出来讨论 做成一个话语或者是话题 大家有这种讨论空间可以坐下来谈 而不是都不谈 那任由我们现在把虚拟货币 当做一个炒作货币再看待 那这样子我想都是一个长久 尤其是科技跟金融这边 没办法再分开的时候 应该不是两边长久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 OK 好那这边是波动比较小了 所以可能当做一个比较大规模 实际落地应用的虚拟货币行为 当然要看各国法规 我们刚才都提到这一些 可是相对就是说如果Visa 那或者是用这个Uber OK 好 像美商Ebay 那Spotify这个音乐等等 那都有时候要去支撑这样的一个 一个脸书币的一个发行的一个支付动作 那我想就慢慢会有些氛围出来 OK 好 有些氛围出来 那这些毕竟在消费上的行为 可以达到一些更透明化更稳定的一个代表性的时候 那慢慢的就有些思考空间会对位 或者是再提出来讨论 OK 好 好 那当然有些讲 我们像看到这个打赏机制 使人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Uzzi帖文 其实这个是我另外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是一个content provider的一个年代 那我们会看到像脸书 或者是我们看到Magic 看到很多图片的分享 音乐 音乐当然不能不是说直接分享 就我们看到个人的一些相关的咨询的分享 大概讯息 文章 还有图片 照片 那 我们也知道像今年9月 我们会看到 那个香港的某一个 某一个这个报纸 它这个数位的这个报纸 你要用付款的方式才能看 我不要讲哪一家 我都不便打广告 那实际上这是一种趋势 我就说我们在数位上的分论 那个所谓的 content content的这种所谓的分论 它是势必要被证实的 因为这些都是有投入的 那是不是在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虚拟货币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加密货币 可以应用到这边来产生更多的裂变效应 产生更多的裂变效应来进行这边所谓的支付 那应该也会让这些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新创的公司 或者是提供content provider的内容的提供者的 这些相关的这些数位内容的公司 能够更有支撑力 能够提供更优质的相关的内容 我想这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期待看到这种作为 所以我们后来想象说 能不能有进行所谓类变的效应去支撑 让这些新创或者现有content provider的这些 线上的公司能够蓬勃发展 这个也可能会有所受影响 另外能不能再透过这种所谓的消费 或者是交易的行为 形成由线上延伸到线下 OK 这当然这个议题可能看起来是有点模糊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消费行为 大家再想象一下 最近我们好像看到很多app在收集我们的发票 你说你的发票一天可以刷一张刷两张 我就有相关的回馈 有没有 相关回馈会给你 那为什么去收集发票啊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些数据被收集之后延伸的触角 我们便先从线上要延伸到线下 那也就简单讲要做数据分析 这数据分析可以分门别类 我们可能有些无法想象的东西都会被分门别类 去透过AI或者是大数据来做分析 那如果今天在数位货币的交易行为 变成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交易量在上面延伸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 很多的数据会被分析 甚至被拿来做一些延伸的应用 当然会延伸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饮食权 或者各自的问题 好 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待的 因为所有东西走向数位 包含你的消费 好 这个当然是延伸出来的 我们必须要去正视 那其实包含我们现在的消费 在回归数位 那就是你扫发票 那不然你去消费没有人会记录你 可是当你把这样的一个各自的东西 去结合你的消费发票 再重新扫回去的时候 就是开始被做分析 OK 就是从线上再延伸到线下 其实你本来是线下的消费行为 把这些行为数位化之后回到线上 线上重新分析再延伸到线下 再扣充各种角度或者应用 这是我们现代人所必须要去面对到的 好 那你说我不参与 其实我们都是其中一分子的 不是你参与不参与 OK 好 所以他是希望 脸书币是希望把自己加密货币 能够视为全球央行 当然这个一定会撼动 或者是直接面对挑战 那包含美国都不同意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也都不同意 除非说他加入金融业 OK 好 那很多传统银行可以面对竞争 可是我想这是一个刺激的 这一开始我有提到 陈忠有提到我们的金融业 开始面对一波的竞争的 或者是冲突的时候 大家要坐下来开始省事 那对两边都是好的方式来 从来不省事这个问题 现在开始要坐下省事的时候 其实是两边有一些对接了 那有对接的时候 就比较能够找到一些转行空间 让他更合理透明公平公正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处 是一个往好的方向来做前进的 好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定会面对的 可是相对的 既然有对接有议题 你就势必要坐下来谈 势必会有更多的议论会出来 那这样子才能找到一个 最佳的一个方式来做解决 OK 好 那当然我们会谈到就说 如果这一波是一个试经史 那如果明年真的让脸书来发行的 脸书币来发行的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国际的互联巨头 像Google啦 这等等的这些巨头公司 会不会也会有一些作为出来 好 当然我们说对岸是并不同意的啦 OK 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正在观察 观察 那也希望我刚解释 我们希望把观察变成关注 因为我们会认为 说这跟我的生活并不息息相关 其实是息息相关 任何的金融的政策 或者金融的行为有所改变 其实跟我们都脱离不了关系 我们也脱离不了关系的 所以相对的 我们必须要去观望 或者是观察 甚至达到关注 那我是透过这样一题 给大家一种重新去审视 我们不单独看到 所谓的加密货币 OK我们不单独看到 所谓像比特币这边的炒作作为 我们希望有更深一层的去讨论 我们现在说货币政策 货币行为 是不是有更透明 更公平 更方便性 能够达到一样的需求 那这个 如果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何尝我们不重新来审视 什么叫做货币 什么叫币值 OK 再回过来 什么叫做你手上拥有的金钱 或者你手上拥有的资产 好 那这个我们可能要重新再重新审视过 我想 脸书币当然不是拿来做炒作 我刚一直定义这个问题的 所以为什么他用资产的做支撑 那相对的 他是要求稳定 才有办法达到落地 当然这里面有见到很多的 各国的这个 所谓的货币政策跟货币的相关条例 OK 好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他不能拿来做炒作 好 那也是我们是今天晚上给大家一种 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新思维 我想这个已经从6月份开始了 包含从之前脸书也是在 一直在探讨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 一个可行或作为 那我们是利用今天晚上短短一个小时 好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让大家开始有个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审视 也许明天他发现不出来 也许他发现出来 那即使发现不出来 应该有更多的讨论空间 那如果发现出来 我们要面对更多的改变 这相对的 也就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那我们想透过晚上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小时啊 那不是很专注在里面相关技术 我想这个也没有什么相关技术要去谈 好 我们也不是要谈那个幕府 好 那所以给各位一点重新的思维 好吧 那这个都刚好是我们开始面对一个趋势 一个刚开始要对接的一种话题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时啊 的一个研讨 让大家开始来看看 这东西对我有多大影响 对大家有多大影响 好吧 好 你问我说贸易顺差的国家会 这边对这个 这个所谓的脸书币的一个冲突 我想贸易顺差跟逆差 其实常常在货币政策 的确是拿来做一种调整的手段 OK 就我们常常看到的顺差逆差这些国家 他们常常会有拿货币的 所谓的币子来做成操作上的一种手段 好 可是相对的 会不会对贸易顺差的国家 顺差的国家对这个脸书币的冲突 也许是另外一种 可以透过另外一个虚拟货币 比较稳定的虚拟货币来做一种 所谓的这个贸易行为 好 那也许就比较公平 顺差逆差之间可能会有一些 相对的一个对应关系 我想这个反而是有加分 有加分的效果 尤其是逆差国家 那有人问说底层有人讲说他不是用区块链 底层技术也是区块链吗 这个有两 这个是有两派 就是说我们在区块链的相对于像比特币这边 有些相关的技术单位他们提出来说 脸书币所做的并不是区块链的加密技术 OK 好 那可是脸书的白皮书又说他是区块链的加密技术 所以这个在议题上的确是有很多的讨论空间 所以一方便说是 一边说是一边说不是 好 所以这个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说 因为连接大师挤得他们在讲 所以有些是有些不是 所以这个还蛮有讨论空间的 OK 声援这边问的问题很好 的确 的确在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讯息在讨论这个问题 OK 好 还没有其他问题的 好 好 那已经耽误一点时间 OK 大家晚安 那我们可能时间要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